然后洋葱 土豆 西红柿 这个红酒加到里面去 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一个是宗家的果香 再一个利用它的酒精 来去除到肌肉上面的腥味 有道理 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和洋葱搭配起来以后 这个红酒的味道也会比较好 好闻 口味也会比较好 有道理 有酒香又有葱香是吧 我在这边轻轻地给它划两下 帮助入味是吧 这个是便于它成熟和入味的 有道理 今天我看大厨 你看已经把我们的洋葱切成大块 包括我们的土豆 那么生土豆也是切成这种滚刀块是吧 是的 还有西红柿也是滚刀块 我觉得这一道 我一看这个原材料准备 我就能感觉到 这是营养搭配非常丰富的菜肴 对对 你像本身有的人吃鸡翅会担心 胆固醇含量会比较高 因为它毕竟鸡皮当中含有脂肪 但是它搭配了西红柿 还有这个洋葱 这些东西呢 都有很好的降脂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这个营养搭配上也是更全面一些 一般的这个鸡当中主要是 像蛋白质和脂肪 但是它缺乏一些维生素 还有一些矿物质 所以用洋葱啦 土豆啦 和西红柿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弥补和补充 也就是说这道菜其实正好让林韵 搭配在一道菜肴当中提价很均衡 是吧 你看我们这个洋葱也好 西红柿也好 包括土豆也好 这都是西餐啊 包括中国的厨师最爱的几种食材了 真的最有代表性的 是吧 大厨用盐 胡椒粉和红酒 不要加的特别的多 二十毫升左右 一会儿呢 我们在下锅以后呢 我们还需要再加一点 大厨是不是这红酒的作用 其实跟我们那个这个料酒的作用是一样的 有点相通 有点相通 据那个了解到的一些讯息呢 那在欧洲啊 其实有一些酒装出的酒呢 它是其实真的只是针对烹饪的 但我们拿到中国之后 很多中国人就把它当作宴会上的酒了 所以说有些红酒 其实它那个品质可能不是说那么烤酒 是吧 包括它酿的那个用的原料啊 包括是掌握的那些部分 那其实是做菜是最合适的了 好 大厨 灶台留给您 看看您今天怎么烹调 来 那其实今天做这个贵妃醉酒呢 是一个非常简单操作的一个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些食材的下锅的一个 先后顺序 这样子呢 你做出来这个贵妃醉酒吃呢 它的成熟度啊 它的味道啊 都会特别的到位 对 特别的到位 关键 来 来点油 因为番茄呢 还是要有一点点这个油脂呢 它的营养素的容粗还会更好一些 这个番茄到底生是好 还是熟吃好的吗 杰老师 原来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看你需要哪种营养素 如果你是以摄取维生素C为主 那你就生吃西红柿最好 但是如果你主要是摄取它的番茄红素 因为番茄红素 刚才大厨也反复提到 它是一种脂溶性的 所以一定要有油脂的东西 才更有力被人体所吸收 那这个今天我们家成熟的这个西红柿 番茄红素对小朋友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王静老师 番茄红素在人体当中 在经过人体的转化 可以转变成维生素A 维生素A对我们的皮肤 血管 还有生长 还有孩子的骨骼的发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物质 而且维生素A可以增强孩子的抵抗力和免疫力 所以说就应该多让孩子吃熟的西红柿 是很有好处的 对 羊素也加进去了 大厨煎洋葱炒的什么火候 洋葱呢就略微让它出香就可以 大厨煎用紫皮洋葱 在烹饭上这个紫皮的和这个白皮的会不会有区别 其实从香味上来说呢 大同小异 只是紫皮洋葱里面的花青素是会稍微多一点 营养上紫皮的更好吗 对的确是这样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紫色的食品 是 紫色的东西呢含花青素是很高的 花青素呢是一种非常强的抗氧化剂 所以呢它有很强的这种抗衰老 还有抗癌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如果是白皮洋葱和紫皮洋葱来讲呢 可能口感上白皮洋葱就没有紫皮洋葱那么新啦 感觉更要甜一点 但是呢从一样价上来讲 应该是紫皮洋葱比白皮洋葱量价值更高一些 哦我明白了 所以说各位知道 那在家里给孩子做饭 其他用紫皮洋葱最好了 那我看到现在大师 您这个方向特别啊 等等 我想到您不就应该把它弄成熟吗 您这个把它都做底了 对 然后呢把其翅膀呢摆在这上面 也就是说洋葱是先要炒一炒 让它出香 然后呢把火苗呢调小 调到这个外环火刚刚着的这种状态 我拿开给大家看一下啊 它的外环火呢 会略微的有点早 这样子就可以了 哇也就是说你看底部的火力很小 也就是现在我们锅底呢 是不加水的 对 完全是靠洋葱和西红柿本身出来的水分 把我们的鸡翅膀和土豆给它焖成熟 是 我的天哪 这个菜太有感了 是不是 其实 当然我觉得应该用陶锅会比较合适吧 就是它的保温性比较好的锅 就可以啊 因为它的这种酸多的结构呢 它会保温比较好一些 是是是 好 然后呢 那我们刚才腌好的鸡翅膀呢 就摆在这个面上就可以了 是 酒呢 我们要加一点点 这样子呢 它的酒味会更加的好 加一点 哇 这有点类似于这个 这个再补一点酒香是吧 对 那这样子呢 就是开始加盖煮啊 8分钟 然后呢 关火焖5分钟 然后这里面的食材呢 就会完全的成熟 贵妃醉酒汁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制作步骤吧 所需食材有 鸡翅 洋葱 土豆 西红柿 红酒 或料酒 第一步 将鸡翅正反两面划刀 调入少许盐 胡椒粉 红酒 搅拌均匀 腌制入味 第二步 分别将洋葱 土豆 西红柿 切成滚刀块备用 第三步 锅中加油 下入洋葱 炒香后 再依次放入 西红柿 土豆 和腌好的鸡翅 最后再补少许红酒 小火加盖 焖至8分钟 关火后 再焖至5分钟即可 这道芳香四溢的 贵妃醉酒汁就做好了 您赶快动手试一试吧